看到了小米做出了 三奈米的晶片 轻说对台积电会造成影响 所以今天台积电股价下跌 但是灰达却是创高的 所以今天的鸿海还有广达 今天也是向上涨的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今天看到PCB 从昨天的紧缩亮灯涨停 到今天的星星差五毛钱亮灯涨停 明天好像有一个 2024年的PCB产业展览会 这个产业 PCB有机会再走出 未来的一个后世一条路吗 请教老师 那个 不免俗 先从台积电看起 有没有 破了 假突破对不对 跟外置做 笨死了 我给你讲好几次 有没有看到 全套 全套嘛 有没有 这两天买的 最低都破了 全套啊 他们自己在法说前卖 卖先卖 法说完再追回来 是 哈喽 所以 我每次要看到那个什么 我每次看到什么工商啊 经济啊 经济啊 然后或者是YT上面就被号称什么外资操盘手 我都很想笑 你笨蛋才会相信 你笨蛋你才会相信那些什么 所谓的外资操盘手 有没有 路行之不是叫你不要问了吗 有没有 外资分析师再加上那个外资操盘手 我跟你讲这么多的什么外资分析师里面 我就只比较 我只比较相信谁讲的话 谁 杨应超 哦 嗯哼 懂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电机系啊 嗯哼 他对科技产业 他对科技产业的量 索莫更深 很深嘛 那个文献世界周报也曾经 对 很常 邀请过他 刚刚那干嘛不邀请别人呢 嗯 对不对 嗯 嗯 所以 嗯 这一个一破 哇这几张量 台积电1100这段时间 法座丸那一天成交量9万张嘛 哇 这9万张一套 嗯 不简单耶 其实各位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边的量 其实就是这边接的啦 嗯 哦 这边接的 这边接的 这边出掉了啦 嗯哼 那你接下来就在等嘛 等什么 等什么时候再杀出这一根量出来啊 诶我已经 懂 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了 呵呵呵 这个叫送分题 呵呵 好来 谢谢老师的送分题 好来 台积电的操作解答完毕 鸿海 嗯 嗯 他要准备挑战 二三四 要挑战前波高 对 搭配季底 年底作帐 哦 所以就是看这一波了 嗯哼 因为现在才10月 对 还有11月12月 嗯哼 那因为他是组装的嘛 对 所以他营收 我想这两个 这两个月因为这一个 GP200 再加上iPhone 嗯 就跟台积电的营收一样 嗯哼 其实鸿海在 有自从有了AI的订单之后 他的营收就会跟怎么样 台积电的走势很像 是 有没有 好啦 有 广搭2382 好 嗯哼 要挑战前波高了 是 你现在回过头再来讲 当初在这边 嗯 当初在这边卖的 嗯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笨 嗯 老子在节目上 人家这样 都在那边恐吓你 嗯 那谁叫你要被恐吓 嗯 八九月那两波下跌 那为什么我们的 每个班的同学 没有被恐吓 嗯哼 我也没有叫他们 随便去做停损 嗯 欸 你这一波上来 我没追 这一波你下来广达 我还带你做了一趟 嗯 一趟来两趟 嗯 有 244我们还低接过一趟 对不对 有操作过 那现在呢 嗯 今天到319 你去杀这边 现在又要来追这边了吗 嗯 请问一下 你们去杀这边 你们当初看好GP200 嗯 有没有人去杀这边 现在又要追这边了吗 欸我 洪海2317 嗯 我前两天 嗯 我已经告诉 我们有人 就是套这边的 嗯 不是我带他套的 他自己之前买的 对不对 就是看一堆节目嘛 嗯 去追高的嘛 嗯 后来 来到这边 来参加我的班啊 嗯 洪海 广桃 我叫他不要卖 我说你等 嗯 等他上海 对 等他上海 等解套 有 有 对不对 前两天都来感谢我 老师感谢你 嗯 嗯 两张 两张涨回来 会费不就有了吗 嗯 对不对 是 可是很多人就 为了省这个钱 自己怎么样 嗯 嗯 每天节目到处乱看 对不对 你要看一个你相信的 嗯 你看一个你相信的 嗯 就那个反而害你怎么样 嗯 选择 因为你们都会找一个 要支持你想法的人嘛 嗯 嗯 人的习性 所以忠言逆耳啊 嗯 那我告诉你 你可能也不见得会接受啊 嗯 对不对 嗯 大家会选择想 听你想听的 本来八月没死 九月跌一次再砍一次 嗯 就他上去了 就好像这两台表科 来 嗯 台表科 6278 嗯 我见证同学自己跑去买这一支 嗯 成本113 今天回来了 今天解套了 对 三张一万五 对不对 嗯 你知道他吗 他昨天把他卖掉了 他是回到成本他就出了 我都在帮他了 我都在帮他了 我说 我没让你动你就不要动 他说 因为已经一个月了 好不容易回来了 一个月了 然后怎么样 一个月了 我想说 很接近的先卖了再说 因为他想要赶紧把他卖掉去 买我们推荐的另外一档 哦 那你也不用挤啊 对 为什么 哎 这整个是在底部打底耶 嗯 而且感觉上行情才要来而已啊 这很多投资人都有这个习性 一看到哎哟我差不多解套了 前面熬很久 哎哟一解套就赶快出去了 来就那app不就这样子吗 嗯 在那边洗了你好几次对不对 你都想说三百亿都站不稳站不稳 对不对 嗯 经过两三次三百亿都站不稳 想说这一次 来把它卖好 你卖好就撞到三百二了 对啊 嗯 嗯 对不对 黄董的想法跟你想的法不一样 呵呵呵呵呵 你无法驾驭黄董的思维 嗯 嗯 那为什么我们赚得到 嗯 老师懂 黄董心你在想什么 我如果这几趟 我让你做价差你要做你就要做 嗯 因为比如说这边这一波三百 三百到三百一其实好几趟了 嗯 你如果每一趟都有做到 那你其实也你也赚三十万 嗯哼 那这一波给它上去了那也没差 嗯 其实没差啊 嗯 那就怕你前面几波价差你都没赚到 嗯 然后呢 最后一波 你想说前面几波没赚到 这一波你要赚 结果呢 你一卖就泡上去了 嗯 这就是有没有抠去你的差别 股市就是这样 嗯 不是用猜的 对 就是怎么样 无脑操作 我就是无脑操作啊 我没有清代友在这边好几次 我叫他卖他不卖你知道吗 因为卖了回来三百你就可以再结一张就一万 对 对 对 这好几趟耶 好几拖都没做到了 嗯 都没做到 我跟你讲我一次我让你卖 第二次 对不对 我让你卖你不卖 那下次我就不会叫你卖 因为我想说你就是不想卖了 那你干嘛来找我咧 老师教你用心法来掌握 他要你卖你自己做就好啊 嗯 对哦 嗯 或是我没让你卖到最高 你看老师你看你卖了又涨 嗯 对不对 嗯 我早就告诉你了 哪一个人可以保证他每次可以卖最高买最低 你知道每一趟都是获利下车获利下车 可是投资人很奇怪耶 投资人这一辈子做股票永远在纠结他有没有卖最高他有没有买最低 嗯 这是观念问题 老师一直在 巴菲特最近把苹果卖了苹果还在涨啊 对啊 几十年前 中国股市在标他把中石油卖了中石油也一直在涨啊 被人家笑啊 那你是股神还是他是股神 嗯 那你有比较厉害吗 我早就跟各位讲了 做股票不是在赌运气好不好 做股票你有本事每一次的股票操作都是赚人 那你就很厉害了 嗯哼 更不要讲一堆投资人追高在杀低 刚刚你看了鸿海看了广达吗 嗯哼 不是吗 是 每个人都自己很厉害 那我反过来问啊 那请问8月5号的鸿海 广达谁杀到230 谁杀到160 170 谁杀到160 170 谁 外资吗 只有外资吗 只有外资吗 那每次股票涨的时候 你赚个几块钱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把自己当做神了 没有00887是谁在亏的 对不对 那正积呢 看到没 今天多少 8.65 正积 6546 不是很厉害吗 欧印吗 卖还不卖 我过去一次用大盘的捐支笔告诉你 对不对 我说卷支笔 通常都是反指标 卷支笔很少会是正指标的 如果正指标那一定是有内线 你看到没 卷支笔居然会在最高点的时候 刚好来到最高 有人怎么样 早知道 空在最高点 对不对 然后这边都回补了 你看到没 在这边回补了 对 你会发现在这地方 它已经掉的比怎么样 比这边还低了 有没有 是的 所以一路空下 一路补了 有没有看到 对 再请你看一下 这个是大户 有没有 一直在捡 一直在捡 有没有 你不知道的细微之处 老师帮你找出来了 那你小心之后换哪一档 联雅 3081 各位联雅赚到钱没有 都是亏钱 所以联雅很明显就很会炒股票的 就是一家很会炒股票的公司 你看 它明明就是没赚钱 对不对 股价都可以到350了 那这种不是炒作是什么 为什么 来 你有没有看到 一路这么往上买 这叫什么 大户 一路往上买 在这边的时候是很低 一路买上去 那不就是一路怎么样 在炒 那你知道炒完没 哪一天它炒完 那不是跟政绩一样吗 我常讲一句话 凡炒过怎么样 必留下 怨念啊 那你现在政绩的怨念不是很深吗 很多人都会看 那个晚上的财经节目买股票 现在在热什么 你就跟人家买什么 嗯 对不对 嗯哼 美债 有没有 嗯哼 你看股票 你看消息 你会做高点 高点 不是降息吗 嗯 那怎么 追什么就亏什么咧 好 好 所以老师不随波逐流 去跟着大家讲热门谷 但老师看到什么就讲真话 所以我们上半场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这集档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中士的好朋友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完整的内容 可以加入 小老鼠H IH 888 骨骸大丈夫的官方Light群组 或订阅骨骸大丈夫 YT影音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咯 PCB这两天强强的 来 115 昨天涨停 今天续往上走 现在 台北又有PCB展了 对 明天 PCB展 那 各位 讲到PCB 還有一档 我们之前带各位做过 金像店 2368 PCB啊 有没有股票可以赚 有 有啊 去找寻山头鞋照的股票 185 你到 金像店190以下 我有带几位清代的进去小买了一下 所以今天都要200 一张一万 兩张2万 那你要不要来抬教 我已经告诉你我190买了 你要不要来抬教 所以你不会操作 你就是跟着老师操作啦 你要不要来抬教 那就跟红罐嘛 一样啊 回来讲红罐嘛 6568 对不对 我当初就跟你讲啊 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这边啊 我记得好107 我们在这边这边 还有这边都有布局 我们在这边布局的 对 对不对 好啊那我开给你 我那天不小心我漏 开给你 红利 你来买 你来买你一定比我成本高啦 红利开 抬教啊 120的时候 对不对 抬啊 你看一下 好 然后 你看哦 6138 茂达 221 昨天看到投信大买 大家底气又来了 就冲啊 冲进去 这几天有多少人 一直被洗 有没有 上礼拜我跟你破低耶 收在最低耶 马上又洗掉了 连什么样 6104的创委 也是啊 又要来一次了 结果你知道吗 原本大家都143 143 一直在收啊 就那天一破啊 破140啊 马上又拉起来了 是 你没有发现你在高档做的时候 你很怕被咬到 你的胜率就开始低了 然后你就开始怎么样 乱做 就富贵显中求咯 你就开始乱做 你买的低你才能稳中求 你才能赚到波段 从浅龙赚到飞龙在天 那PCB呢 刚刚请说还有一个 星星3037 今天差五毛涨停 一样哦 这边有点压力了嘛 嗯嗯 对不对 那星星还有党谁 最闷的 8046 我跟你讲 这一档南电是 这三个里面 原本是最汉的 他长到五六百块的 曾经 现在是最怎么样 弱 最阿斗的 有没有 最阿斗的 来 那这一档南电呢 来 他这三档里面最弱的 那相对还在底部 对 那为什么南电会这样 因为ABF载板 现在很竞争了嘛 嗯哼 然后现在怎么样 那个 AI 挥达的 当然就跑去谁那边 星星那边啊 有没有 所以你南电要好 你要等什么 你可能要等整个 销电景气都上来吧 嗯 那你再加上他 来 亏 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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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一档南电 曾几何时 在之前六百多块的时候 你有想到 他有一天会亏吗 你有想过吗 一片看好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去套六百多的人 你这辈子 你还有机会指望解套吗 嗯 其实很多股票都长这样 对不对 怎么上 后来就怎么下 所以股价不通常都是在 行情最好的时候 获利最漂亮的时候 股价就是在最高 就飞龙在天 两年前的航运 你去追两百多块的 杨明不也这样子吗 嗯 哪一天获利一衰退 不就下来了 嗯 所以你们确定你现在 你确定你们现在 还要去追 业绩很好 然后股价又很高的股票吗 那有一天业绩不好 不就下来了吗 嗯 我的逻辑没错吧 是 你们有做过这一波南电 你就知道了嘛 你当初去做 对不对 你当初去买 一千三的国具 也不就是在他业绩最好的时候 是 被大家给捧上天的时候吗 在这里啊 嗯 不是吗 嗯 所以投资人 嗯 真的 嗯 不要掌动 每次被他说 老师啊人家电视就说 业绩很好很好啊 是啊 业绩很好 但是你有办法判断 他的股价高还低吗 嗯 双红齐红散热不也这样吗 股价都逼近一千了 我现在手 我现在手上随便 几支股票的获利都比 比双红跟齐红还要高耶 股价却200而已耶 就是在绝情谷底啊 山头斜照啊 低基齐的位置 所以 就好像当初你去追三四千块的四星KY一样啊 嗯 老师他说业绩很好啊 嗯 是啊 问题他在三四千啊 嗯 大力光当初业绩也很好啊 五六千块啊 嗯 大家不是拼命追 那现在 你多久没有看到大力光有五六千块了 嗯 你每年让他配配配 你知道你要配几年吗 你搞不好配到什么 董事长都已经入土了 你说不定你还没有还本 买点很重要 老师一直在强调 买点决定什么 那同样也是啊 或许台积电有一天真的给你飙到两千了 嗯 那五年后的台积电呢 为这家有讲喔 对不对 他说保证这五年 嗯 对不对 那五年后呢 没有保证到第十年 嗯 那五年后呢 嗯 人家中 人家那个中国航空母舰都可以做得出来了 嗯 你觉得一台光刻机真的会难得倒塌吗 嗯 你们去 网路上看看当初 中国为了拼第一艘航空母舰 嗯 是怎么样的想办法 从那个乌克兰手中把那一套破烂的 这个 没造完的这个舰体 嗯 然后花了好像十几年的时间 嗯 才拖回中国 其实他们对岸的实力真的是不容易想看 那刚刚田馨姐讲的嘛 小米也做自己做晶片 对 散耐 嗯 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想要 集体直追 一直不断的在赶进度 所以 你要做台积电喔 你要小心的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业绩掉下来的时候 他一样会给你回到三四百 嗯 不会是眼前啦 但是老师会预告 就这个产业的未来 就是业绩嘛 所以我刚用南电给你看嘛 对 对不对 嗯 南电之前在六百多块啊 嗯 有没有 回来 嗯 8046 那时候 对不对 在疫情 对那时候不是很赚 嗯 你有想到他很赚的时候 其实也才一两年的时间他变亏啦 对 那一样啊 现在台面上 股价都这么高的 他会不会这一两年赚完了 他之后又变亏了 嗯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重电股 比如说你的风电股 连没赚钱的公司 你都可以愿意两三百块去买它 嗯 那有一天炒完了呢 嗯 对不对 现在不是重电 绿电还要绿到哪边 还要绿到菲律宾去了 结果怎么样 嗯 结果今天报纸写很大 嗯 说我们 执政团队 已经开始考虑怎么样 嗯 对小型核电持开放态度 那如果哪一天真的用小型核电了 那你现在搞那么多绿电了怎么办呢 嗯嗯 他不是不搞 他一定会搞 而且有一天一定会搞 嗯嗯 那什么时候搞 就是让最近这几年投资绿电的 嗯 相关人员先赚到钱下车了 嗯 或者股市 股票上市贵之后赚到钱了 嗯 大家都全身而退了 嗯 他就会再重新来搞一次怎么样 核电 小核电 嗯 嗯嗯 他绝对不会给你去重启 嗯 原本的核能电厂 嗯 为什么 无力可图 但是搞小核电有没有 有 因为要重新再买设备 懂 老师又讲给你听咯 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上 你懂人性嘛 你就懂这个世界上运作的法则嘛 嗯嗯 所以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看很透啊 嗯 我同学看事情还没有我看得这么透啊 所以 你懂人性就知道了啊 对 我们选你以为不用钱嘛 所以陈生看了几清明了 PCB帮您这样做了一个分析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PCB的个股呢 我们待会呢 会在YT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做分析 中式的好朋友 我们先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记得更多精彩内容 要订阅我们的YT频道 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感谢陈生老师 谢谢各位 更多完整版的精彩影片 欢迎好朋友 您可以到YouTube搜寻 谷海大丈夫 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还有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另外 你也可以加入小老鼠HIH888 直接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群组 精彩影片同样可以透过 小老鼠HIH888 谷海大丈夫Light群组 随点随看哦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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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